早睡早起精神好 你精神好自然有拍你去做事 所以你的生活质素都会提高 所以我在播放清单里面有一个专关于睡眠的播放清单 你进去看多些有关睡眠的 但是今天也要跟大家讲讲 因为最近美国的睡眠研究机构 Sleep to Live Institute里面的总监 Robert Osmond博士 他讲出有几点 他说这是睡眠的迷思 这些人对他不清晰 这样这些迷思就会影响了睡眠的品质 这些睡眠品质影响了 你自然你的精神不好 生活质素都受影响 所以他就是逐点和大家分析 同时他教大家如何去应付这些情况 第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会误会的 我晚上睡不好 我日头睡回他就能够捕捉到 其实你日头再睡点这些午睡 是可以令你有足够的活力去参加整天 但是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你真的要睡点五睡的话 你应该避免在走三点之后 而且把时间缩短为15至20分钟 如果你是三点后睡很长时间 这样是会影响万上睡眠的 就会造成恶性的循环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小睡的话 3点以前五过20分钟就最好了 第二呢 有些人以为我将会很忙 我现在先睡好 存好睡眠时间 就可以补充我跟着那几天的不足了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睡眠不能预传的 如果你真的今天睡得特别多 你最多是翌日 你是比较精神一点 应付翌日的工作 但是你连续几天的疲倦 你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这个见解很多人都犯错 睡顶才是不行的 第三个迷思 就是睡8小时太奢侈了 6个小时就够了 其实睡眠不是奢侈 而睡眠是健康必须的元素 你睡眠充足才有精神 有迫力去做事 你睡眠欠佳精神都没有 你怎能够面对这么繁重的工作 或者是读书呢 其实如果是说 三分一的人生是在这个床上 所以睡眠8小时并非奢侈 第四点很多学生都烦 就是考试前通宵刨书 希望到时考试能够记得多些东西 其实这是最错误的学习方式 因为你熬夜准备考试 是令到你的大怒过于疲劳 到你考试的时候 你反而会影响了你的记忆 第五点就是如果你睡醒的时候 哎呀觉得好像睡不够 不想起床在床上蜡下床 你认为这样会令到你的精神更加好 因为你的时间长了 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你睡眠不足而赖床不起 你根本的睡眠质素已经不够了 你在床上挖多久不起床 都得不到你的睡眠给你的精神 第六呢就是半夜很多人醒了 睡不着 他们会起床开灯 看电视或者看书 觉得比较再累才睡 其实是这样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开灯光看书 或者看电视 只会令到你的光线 令你更加清醒 你更加睡意都没有 那应该最好怎样呢 醒了之后不要睡在床上 你坐起床 可以做一些轻度的活动 伸展一下你手手脚脚 或者是 骑下肚子 做一下冥想 这些令到个人松弛下来 等到你觉得 哎呀再是比较想眼睡之时 再上去床里睡过 不要在床里滚来滚去 也不要开灯 影响你的退黑激素 第七呢 很多人就说 睡觉之前不要做运动啊 做了之后呢 你个人很精神 你会睡不着的 其实呢 真的睡觉之前 是不适宜做运动 是会令你睡不着 不过不是因为你太过精神 而是因为你的体温过高 做完运动 你一定身很热的嘛 而你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的体温那么热呢 你是难以入睡 而且睡得不宁静的 那应该怎样呢 最适当的就是 睡前四小时运动 第八点呢 就是年纪越大 你需要睡的时间是越短 其实研究显示 就算你年纪越来越长 你睡眠的时间都不应该缩少的 因为呢 年长者其实在床睡的时间都多 因为容易累嘛 睡在床上休息一下 其实这个休息 并不是闭上眼睡着的 你只不过在床上放松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 长者 睡床的时间可能是多了 但是呢 并不是表示 他入睡的时间是那么长的 所以 真正来说呢 入睡 一定要是充足才行 第九点呢 很多人睡觉 蓋着头的 那你的空气就不足够了 他说 这个呢 是会令人睡醒 是比较疲倦些 不会影响健康的 但是这个的博士 他研究所得呢 他就说 就算你某一天 睡少了一个小时 都可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的 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睡眠不足呢 增加心脏病啊 糖尿病的异形啊 中风啊 肥胖癌症 这个老人痴呆和忧不症的风险 都会有机会提升的 所以这位博士 他的研究心得就告诉大家 你这个睡眠有九点 你要注意啊 你不要犯错啊 否则就会影响你的健康的了 所以大家要提高你的睡眠质素呢 一定要了解 你又没有这几点犯错了